欢迎大家收听 我当鸟人的那几年 第195集 就是这些个家伙们搞出的烂摊子 张士飞咬了咬牙 用眼睛扫了一下这些卵子 从左往右看 他只认出了两个 就是那梦里面带走李莱英的初五 以及昨天晚上逃跑的那个初三 剩下的尽数都没见过 很奇怪 他们刚来碾子山的时候 遇到的那个叫什么十一的 并没有在这里面 张士飞有些纳闷啊 难道是那天晚上分头下手中了 他还没回到老窝就挂掉了 但是张士飞并没有纠结这个问题 因为在这群卵妖之中 他看见了李莱英 李莱英还是之前的那副样子 低着头 在那人群最前边 一言不发 就好像是个傀儡一般 由于之前已经见过一面 所以这次张士飞并没有太过冲动 大吵大闹 只是转头望了崔先生一眼 崔先生对他点了点头 便清了清嗓子 对着那边朗声说道 哎 想不到你们来的还挺全呢 哪位是燃熙 上前一步说话呗 大胆 只见崔先生说完以后 那卵妖中一个鼻子挺老大的卵妖喝倒 你也不看看你什么身份 竟然敢直呼我们母亲的名号 崔先生打也忘记 只见这个家伙 身高大概是一米七左右 鼻子大的惊人 简直比龙叔的鼻子还要大呀 田子里 上面满是麻子 红扑扑的 给崔先生的感觉 这张脸长得好像是 红白机经典游戏 坦克大闸里面的老大坦克一样啊 要是在他后脑勺 加两个履带 估计他躺下的时候就能直接开走了 崔先生 见他嚣张 也没生气 只是指着他冷笑着说 你算哪颗大鼻子聪啊 杂鱼就该有个杂鱼的样 多说话 小心死的惨 你 那个坦克脸没有想到啊 眼前这个人类竟然如此嚣张 顿时有些气急败坏 要知道他们才三个人 如果母亲愿意的话 现在大家一起上 纵使他们有天大的本粮 也得葬在这儿啊 难道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吗 崔先生自然想到了 但是他也真的没有害怕 早在来之前 他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些卵妖 会不会不按套路出牌 骗他们来 再围剿他们 不过即使他们真的这么无耻 崔先生也没什么办法 反正已经来了 那句话怎么说的 既来之则狂之 反正都这样了还怕个啥呀 就跟崔先生以前上学的时候喝酒一样 谁想灌他醉 就别怕他吐泥一身 于是崔先生便冷笑道 我怎么了 我骂你有错啊 赶紧鬼一边去 磨磨唧唧的还比喻比了 不比我们走了 那个坦克脸 眉毛都要立起来了 只见他刚要冲上来 那卵腰之中 就又有人开口了 小二 你先退下吧 这声音啊 听上去就好像是妙龄少女 柔柔弱弱的 但是呢 那坦克脸听到以后 竟然不敢再多说什么 也不敢再多做一个动作 三人上也忘记 只见得卵腰自觉的分成了两排 一个纤细的身影 翘生生的立在了那里 这应该是个女的吧 因为刚才那声音就是她发出的 只不过三人都看不见她的脸 她的个头大概是一米六多 从锁骨一直到脑袋 始终被一股淡淡的黑气所笼罩 风吹不散 一心心见到这一幕 便冷哼了一声 然后小声的对张日飞说 哎 还来了个蒙面侠 蒙你妹侠呀 张日飞塌了口气呀 有时候他真佩服这一心心啊 不管多严肃的场面 他都一点不紧张 还能开出玩笑来 这心理素质真是绝了 崔先生冷笑一声 你就是这些卵腰的母亲燃烯吗 那个被黑气笼罩的卵腰轻声回道 是的 你们应该是阴阳先生吧 崔先生翻出了一根烟 然后一边点火一边说 知识面挺广啊 修炼多少年了 那燃熙倾笑了一声 苍松几经风吹雪 一年名誉 一年轮 我也记不清了 嘿 还会念诗啊 崔先生撇了撇嘴 然后吐出了一口烟 并将那烟卷夹在手中 哎呀 行啊 老党员了吧 竟然还会作诗呢 这么看来 我称呼你生奶奶不为过吧 那燃熙轻声一笑 不为过 但是我还很年轻 只见他说完以后 只见他催下上眉头一皱 然后语气急转直下 并喝道 去你大爷 你到底什么意思 那些卵要愣了 这小子怎么见面就骂人呢 看他们的表情 除了愤怒之外 竟然还夹杂了恐怖 也许他们是害怕 自己的母亲发怒 进而城门失火 殃及驰鱼吧 张世飞也愣了 他心想着 这崔燕上怎么如此的不理智啊 这要打起来的话怎么办呢 哪料到 那燃熙并没有生气 他只是轻笑了一声 你为什么要问我 什么意思呢 难道不怕我现在杀了你们 哈哈哈哈 崔先生大笑了咱声 你喊 抓了我们的人 威胁我们来玩这什么游戏 但是你有张良记 我自然也有过桥梯 想要你们的卵腰结晶是吧 你当真以为我这么傻 会全带来吗 听崔先生说完以后 那燃熙并没有开口 于是崔先生便继续说 我留下了俩高级的在哈尔滨 如果你想要玩什么鬼把戏 我奉陪 但是我敢保证我们死了 你一辈子都找不到 信不信 张世飞一听这话 便顿时有些放心了 看来还是这崔先生想得远呢 如果卵腰结晶全都带来了 别说还真够危险的 他这个底牌留的确实很棒 那燃熙沉默了一会儿就开口了 年轻人 你可知不遵守约定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少说没用的 崔先生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少跟我说什么规定 不严丢人吗 规定的前提是建立在公平之上的 如果我全带来的话 不等于自己往火坑里面跳吗 跟你们讲戏友 抱歉 你们从最开始就不玩套路 这一次也该我们站点主动了 那些卵腰听崔先生这么说呀 顿时全都火冒三丈啊 就连那初五的表情都有些不快 可是呢 这个初一和初十 他俩的表情却有些不对劲 看上去也在生气 可是眼神之中 反倒还有些幸灾乐祸的神采 只不过在漆黑的夜里 这种神采稍纵即逝 很难让别人发觉 那燃熙想了想以后 便对崔先生说 那你想怎么样 想威胁我吗 崔先生冷笑了一下 不 咱们应该都心知肚明 双方的筹码一样的重 不管哪边施压 天平都会倾斜 到时候大家都得不到好处 你放心 我会照规矩办事 前提是你们也照规矩 好 那被黑雾笼罩的燃熙轻声喝道 那么咱们也就别废话了 开始这最后一场的比试吧 说完 他左手微微抬起 那卵腰之中的李兰英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只见他将头猛的一抬 然后大步地走到了燃熙的面前 一脸茫然地望着三人 那种眼神张士飞当真是不敢再看 只见到燃熙说道 最后一场的内容 你们已经知道了吧 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崔先生转头看着张士飞 而张士飞则看了看 那不知适合容貌的燃熙 想了一会儿后便对他说 我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杀人 为什么要破坏这个天道 那燃熙冷笑 如果你能赢的话 我就告诉你吧 看来他是真觉得张士飞 这一次会彻底的惨败 确实 让两个至交好友 自相残杀这种点子呀 真的是太过于凶残了 看来这燃熙对于人性的解剖 比他那些子孙们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应该很明白 人这种东西啊 最舍弃不掉的就是一个情字 情字分很多种 但每一种呢都很致命 通过小气的记忆 燃熙更加的认定了这一点 首先入了魔道的李莱英 根本不会开口 即使他想说话 哎不 没有即使 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了思想 或者说他的思想 已经被封在了脑海里的最深处 他只是一句傀儡 听从同样拥有妖气的卵妖调解 这是当初小巴的手段 因为在友情面前 人往往会畏首畏尾 这张士飞一定不会使出全力攻击 即使他使出全力 但是入了魔道以后的李莱英力量 却依旧在他之上 燃熙很了解现在的李莱英 到底有多少本事 想想如果真打起来 那些高级的卵妖 也未必有几只能够胜得过他 所以结局只有一个 那就是张士飞会被杀死 对于一个快要死的人 还在乎什么呢 在燃熙的脑袋里面 这是一盘稳赢的气 但是他这次似乎又有错了 在这个世界上 并不存在稳赢的气 这一点崔先生很清楚 他拍了拍张士飞的肩膀 然后对着他点了点头 张士飞将手伸进了口袋里面 那张服安静的躺在那里 来吧 要上了 张士飞咽了口唾沫 然后握紧了拳头 慢慢的走了上去 只见得燃熙开口说他 谁开口服输或者死亡 都算输 除此之外没有规则 也没有场定 那么开始吧 就在他说出开始的那一刻 只见李莱英的眼睛 忽然瞪得老大 并冒出了一抹红光 他望着张士飞表情十分猙獰 似乎就像是看见了什么杀父仇人一样 张士飞心里叹了口气呀 心想着老李呀老李 我是来救你的 一会你可千万要老实一点 要不然的话 我可真的没办法了 他刚想到这里 只见那李莱英身上的鲜骨支气猛的爆发 他大叫了一声 便化作了一只黑熊 向着张士飞扑了过来 张士飞只感到一股静风扑面 眨眼的功夫 就要被这李大雄扑倒 他心里明白得很 如果被扑倒 那可真就挂了 就凭着李莱英的怪力 自己一定会被撕扯的长川杜烂的 幸好此时的他呢 也算是修行有成 并非往日而语呀 只见他 一个转身便已经化作了孔雀 没有认可的停留 直接飞到了上空 光是跑有用吗 卵腰那边光头初十 冷笑了一声 张士飞自然不清楚这个光头是谁 只不过他心里也明白 现在这里人多 施展不开 而且自己的服务 要贴在那李莱英的脑袋上才行 用正常的手段自然无法做到 唯一能做到的也只有偷袭了 所以呢 他需要更大的空间 想到此处 张士飞便对着那李莱英大喊道 你个不让人省心的家伙 来吧 跟你大爷我去个好地方 说吧 他便拍打了下双翅 向树林里飞去 李莱英此时呢 完全就没有了理智啊 见到猎物跑了 便本能的追着上去 这一跑一追之间呢 他俩便都消失在了树林里 崔先生和易新兴没有动地方 他俩呢 看似漫不经心 但心中却是十分的警惕 只见那些卵腰也没有动 那个初二来到了燃熙的面前 然后对着他说道 母亲 我们用不用跟上去 那燃熙摇了摇头 不用 他们即使跑得再快再远 也得停下 等停下的时候再去吧 初二听燃熙这么一说 便也没言语 退到了一边 然后望着崔先生和易新兴 崔先生他自然也是这个意思 以张日飞的本事啊 那李莱英一时半会儿 还真就追不上 与其跟上去瞎跑啊 倒不如留下来 盯紧这帮卵腰 所以崔先生便席地而坐 然后对着那燃熙说 待着太无聊了 要不咱们聊点什么 那燃熙转过了身来 然后对着崔先生柔声地讲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崔先生撇了撇嘴 心想还真挺难对付的 本来呢 想套他一些话 哪成想的居然如此防备 也罢 崔先生跟易新兴对视了一眼以后 便陷入了沉默之中 双方就这样对峙着 一动没动 呼呼的风声 从张士飞的耳边刮过 张士飞一边飞 一边回头望 只见通通通的声音传来 那李大雄的四肢 踏在草地之上 发出类似敲鼓一样的声音 差不多够远了吧 张士飞在心里面想 接下来就该想想 应该怎么偷袭了 于是呢 他带着李莱英 绕着圈跑着 就想要甩开他 然后自己找个藏身的地方 哪知道 这李莱英入了魔以后 一身的气力竟然跟使不完一样 张士飞始终没有离开他的世界 反而越追越近 如此这般僵持了一会以后 李莱英似乎想到了什么 于是呢 他便暴躁的一声大吼 这吼声震醒了 早已熟睡的临终鸟儿 那些鸟儿四下逃窜 一时间模糊了张士飞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 张士飞忽然感觉到了一股冰冷 顿时他按到了一声不好 他没敢回头啊 只是下意识的向左一窜 一股子血红色的妖气 擦扇而过 擦掉了他好几根羽毛 啪啪一棵大树的树枝 就硬生而断 张士飞这才回头望去 顿时他哭哭笑啊 只见那李莱英似乎是追累了 竟然又变回了人形 浑身上下冒着红气 手里面还握着两块巴掌大的石头 刚才那一击应该就是他丢的吧 附着了妖气的石头 如果被打到的话呀 估计脑僵子都会被砸出来 他娘的 张士飞心中暗骂 平时怎么没看过他这么有心眼呢 他叹了口气啊 心想没办法了 想想这李莱英就会扔石头 上次在密山他发狂时也这德行 只不过当时的石头比这要大 而且没有妖气附着 现在他手里的石块很小 而且力道超足啊 看来之前的那个伎俩 对他是没有用了 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 张士飞还是叹了口气 然后落在了地上 变回了真身 跟着李莱英对视着 张士飞开口说道 老李 老李 你能听见我说话不 李莱英没有说话 回答张士飞的是一块包裹着妖气的石头 张士飞闪开以后苦笑了一下 看来你是听不见了 不过我会让你听见的 李莱英又甩出两块石头 但是呢 尽数被张士飞躲过 李大雄此时似乎很是狂躁 便又是一声熊吼扑了过来 这下倒也简单了 张士飞见到李莱英扑了上来 便在心中想到 其实还是自己想的太多了 什么入魔入魔的 妈的 即使他再入魔 还是李莱英啊 之前也不是没打过架 这一次 自己只要把他揍趴下了 然后再救他不就好了吗 想到了此处 张士飞便下定了决心 他双拳挤摸 浑身的仙骨支气爆发 然后大声的喊道 多长时间没和你打架了 来吧 说到了此处 张士飞便纵身一跃 在漆黑的树林之中 一道蓝光和一道红光 飞速的逼近 然后碰在了一起 这场好兄弟的战斗 也就跟着正式开始了 赵士飞 你他妈再说一句 小胖子李莱英指着 张士飞的鼻子大骂 此时的他眉毛都快皱到一起了 窒息未脱 干净的圆脸通红通红的 眼神之中也跟着近视怒火 他对面的张士飞表情也十分气愤 只见他恶狠狠的对着李莱英骂道 再说一句就再说一句 不许你去 怎么了 你还本事了你 这大概是在两年之前 在大学的寝室楼下 张士飞和李莱英平时不信来的地方 那天呢 他俩在这里吵了起来 原因其实挺可笑的 可笑到他俩日后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自己竟然就因为这种颇事大大出手 看来酒精的威力真的是太强大了 没错 这就是酒精的威力 张士飞依稀记的 那是一个夏天 正是最热的时候 张士飞的学校有一个奇景 那就是快到秋天的时候 校区之中的蝴蝶相当之多 这一点很合那些个小姿美女的脾胃 他们很喜欢这种格调啊 连同着自己的钱包男朋友闲暇漫步 四周是彩蝶翩翩 正所谓你是疯儿 我也傻 咱俩没事就溜达 可是那些无知的少女们往往不清楚 他们所喜欢的那些蝴蝶 在长出翅膀之前 是什么样的状态 由于这个校园呢 讲究绿化 所以那些冒蔽的人造林呢 就成了毛毛虫们的温床 逢上闹虫灾啊 这些毛毛虫一天没事的卷在一起 像极了化粪池里面 蠕动的大雨不屈啊 美丽的背后永远是丑陋的 张士飞记的 那年的夏天也很热 虽然比不上今年 但是依旧晒死了很多五彩斑斓的毛毛虫 那些虫子掉在地上 一踩一股绿水啊 这片树林也就没人敢在住足停留了 就连晚上淘险 肚子疼 随地大小便的人 也跟着少了起来 那么这李兰英和张士飞 为什么打起来呢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